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收听我们的直播环节 家庭观众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来 会在稍后再回答大家的问题 身边的嘉宾援着研究部的经理陈慧聪先生 在旁边Jason早晨 不如看看保险股方面 内险股方面的情况 今天跑出了 整个版本出现了原保费收入 成绩非常理想 带动到一种内险股做好 如国寿方面 今天越升越有 升7% 到23.05元 最新是升1.45元 跟进上月的原保费收入 国寿增长有7.3元 超过800亿人民币 刺激到股价做好 不单是国寿出了一些数据 可以看看泰保方面的情况 它的增长 1月份保费收入也有个不错的增幅 也接近2.6元 特别要跟Jason谈谈其他的表现 可以顺带看2.3元 平保 同样地公布了1月份的保费收入 超过500亿人民币 增长近42% 有4.2元 全部听你了 三个来说 报了成绩都非常之好 增长非常之明显 如何看回内险股方面的情况 会否整体来说 受险方面的情况 或者数字做得好一点 你看到好像平保来计 你刚刚报了一个大数 大概是四成左右 但如果你说 拿受险的部分和产险的部分来比 受险的增长就有四成半 产险那边有三成多 反映在1月份来计 整体受险业务的增幅 在三间公司来说 都是较产险业务的增长为快 这一方面跟过去那一年的趋势 有点而是有一个改变 因为都记得在上一年来说 其实普遍这些保险公司 财产保险的增长 每个月平均岸年的增幅 都有接近三成那么多 但是你说受险来说 普遍都是个位数字的增长 相对是比较弱一点 但是你说去到今年 会不会整个情况 是会有个扭转过来 我相信机会大 一来就说本身产险来计 其实很多都是集中于 汽车方面的保险 但是如果你说看上个月 内地的汽车销售的增长 相对比上年来说是放慢了 我亦都相信这个趋势 去到今年来说 应该都还会持续下去 至于你说 为什么受险那边 又可以零零四四 就是增长得那么高 一来就说本身 上年的基数来说 都是比较低一点 特别你说去第二季 左近的时间 当时 内地方面的A股 都做得不是太过理想 令到很多人都宁愿把钱 去买一些 正银行的理财产品 都不投资 那些所谓保险 类型的投资产品 那变相就令到一些短年期的 受险的 即是投资商年的产品 那个保费收入的增幅 都在上年来说是做得比较远一点 那所以受惠的低基数效应下 那今年就照计去到第一季尾 第二季就照计那个成绩 可以就进一步跑出来 那其次也是可以说 就是说除了一些短年期的 投资商年的产品之外 之前经常都提 就说去到今年 那其实内地方面 都是很着重一个 所谓退休的保障 包括就是可能一些企业的年金 又或者是一些打工仔方面 自己所供的 那些商业性的退休 或者养老的保险 那这一类型的产品 其实在过去那么多年以来 内地方面一直都是不能够普及 那一来就说本身在那个税务方面 没什么一个很大的优惠 那些居民也都不会愿意 就说现在将今个月找到的钱 就这么快放进去一个 就是saving account那里 那宁愿就是先花了 那所以变相就令到 这一类型比较长年期的产品 那个吸引力一直都是比较低 那但是当今年 就是中央方面都很积极去到 发展这一类型的产品 也都是提出一些的税务宽减 或者延迟交税这些的措施 都令到我相信 今年整体这些商业性质 保险产品的收入 都可以慢慢提高 变相对于保费收益来说 都会有个正面的帮助 明白 好 讲开内险股 其实都看到另外一些消息 讲讲中保监 今天较早时分 看到取消保险公股从业园的资格审批 活跃这个消息 都是有理内险股方面的情况 就是将相关管理的责任 移交到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方面 有理释放市场的活力 究竟这一宗新闻的详程又是怎样的? 在讲本身的审批权下放 之前就说有些中央监管机构方面 中保监那边 就去到负责做一个审批工作 但是自然可能在效率方面 就会比较低一些 始终你说本身由政府所做的事情 一般来说 教他们业界本身所做的 速率方面是会低的 所以你说今次去转了这个方式 我相信都会令到 从业园方面 拿牌来说 都会更加方便 更加有效率 我相信你说这个消息 就未必对整个行业来说 特别是一个盈利的贡献来计 短期我相信未必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只是长远来说 对整个行业方面 做了一个改革 就希望将审批权逐步下放 但是你说今天的保险股升这么多 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消息呢 我相信关联度相对比较低 反而你说保费收入 看到三家人都出得这么好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明白 好 既然是这样 原保费收入做得这么好 我们也看看整个内险股方面的造价 好 看看国寿 升超过6.7% 升1.45元 到23.05元 中国平安升2.01 报66.02元 人保方面升5千报3.47元 财险升3.01元 报11.01元 中国太平 升6.04元 升幅4.5% 报14.82元 中国泰保上升7.5元 升2.7% 报28.25元 新华保险升6.04元 去到24.1元 国寿方面 其实真是苦力不到 之前20元左右 好像会不会说可以便宜些买 谁知没有 20元左右这些支持位都挺强 说一说 又回来 去到23元左右的水平 国寿怎样部署呢 国寿每次落到20元以下 就怎么都去买 基本上你输就不会输得多 顶当你落到19个岭 其实就差不多 好像见到去年 在第三季第四季初的时候 也都是 曾经是落到20元以后 就很快返回上来 你说之前的月 一月份 也有个明显的下跌 那当时你说怎么跌那么多呢 都是纯粹因为A股方面 就不争气 因为受类新股市场方面的影响 但是你说这些保险公司 究竟在收入来说 是不是真的会有个很大的打击呢 当然你说A股跌呢 那对它投资收益来说 是会有个影响在的 但是如果你说 保费收益是那么强的话 那某程度上都可以抵消 那未来如果你说A股 好像近期一样 逐步回稳的 那它们的反弹力度 都一定是可以 跑赢回A股市场 那所以如果你说 本身之前20元左右 没有买货的话 那当然你说 在现阶段 上到50天线再追 就有点而是高一些的 那如果你说 未来的股价 有机会下去 大概22元 到22.3元 那麽上下 其实都不妨买回 那这类保险股呢 那我也是重申 就是说今年来说 是很有机会 可以跑赢整个大市的表现 嗯 很乐观啊 Jason 好 谢谢 好 休息一会 不如我们稍后回来 继续和大家看看其他股份的表现 继续有东西想问 不妨打电话来 我们电话二试 204-6566 稍后再谈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